哈哈哈哈 你们这个你们说的真的是 感觉这是一个坑啊这道题 先说为什么会多穿一点 然后把我的衣服给他 然后给他买红薯 买奶茶 买手 完美 有这么大的虾吗 巨型虾 我的梦里见了 2023年我会有女朋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 胡夏 请查收来自酷狗的特别奖项和盲盒 这么大一下 简单讲一下 这个是奖杯吗 这是给我的吗 对 你打开看 打开这个奖杯啊 这么沉这个 这个好穿啊 哎 他是声音轻亮澄澈的歌者 每一句歌声都充满独特权 他是自由洒脱 清雅如竹的翩翩公子 用作品伴你我度过悠悠岁 我们爱他低声音唱 也爱他高声激昂 他对音乐的真诚和投入 造就了银屏上一首首经典歌曲 他就是当之无愧的钻石传唱歌手胡夏 感谢酷狗音乐简单讲一下 感谢酷狗音乐的肯定 给我的这个钻石传唱歌手奖 感谢 那我也会做更多的好听的音乐 然后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我的歌 能够喜欢和支持我的作品 谢谢 谢谢酷狗音乐 谢谢大家 好 那这一盒是少爱的 这盒是少 嗯 这个是酷狗给你的盲盒 你可以自己打开看看 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哦 除了这个脚 还有 哎呦妈妈这好吃 玩 呦 呦 所以你的东西还不少 路卡 亲爱的胡夏今天的盲盒主题为 胡夏男有力等级评分 本酷狗首唱会节目组 将你未来丈母娘的身份 酷狗首唱会还挺忙哈 哈哈 未来丈母娘的身份 你得要扮演一下 为虾米粉考察一下你的男友等级 顺利完成所有测试后 将会有惊喜的礼物等着你 那行吧 来吧 我看看都有啥 好 男友技能大考验 运动能力测评 篮球光和奖杯必力测评 任务考夫家您好 一个完美男人 还优秀的运动能力 请用这个桌面篮球 一展你的高超球技 完成五个头钟才算通关 来 来试试吧 这是 这是 我这个 哦 我要把这球弹到这里面是吗 对 一点吗 看着啊 看好啊 诶 这样能看见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哎呦 哈哈 一个 两个 哎呦 这太简单了 真的是在考试吗 三个 我这弹一弯能弹五百弯 四个 轻轻松松 那这二位有 可以做那个吃饭的东西 嗯 这个是什么呀 二零二二年度合格男友考试试卷 这个是任务考 今天出版的任务 没有 男友技能大考验 男友等级考试试卷 任务考 我这样你好 一个完美的男人 除了动手能力 还需要完 还需要完美的鄙视能力 这份答卷你值得拥有 试出世界上的问题以及答案选项 这太难了吧 难的不是 难的不是选项 难的是念出问题以及答案选项 来吧试一下啊 本次考试解释权归 节目组所有 解释权 意思就是说我不管选什么 选什么就是 反正说什么都是你们了 哈哈 是这意思吧 来了啊 一共十题 每题十分 共一百分 每小题做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个是符合要求的 好的 来吧第一题 打游戏健身女朋友 哪个更重要 当然是女朋友的主要 第二题 当女朋友晚上十点半和你说她肚子肚子饿了 此时你应该 A 嘲笑她吃的真多 B 劝她正视自己的身材 这不是要疯 C 给她点外卖或者下厨煮给她吃 D 假装听不到 C 给她点外卖 或者下厨煮给她吃 我不会煮卖 原来 第三题 以下四款口红颜色中女生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 这个还真不懂 A 巴鼻粉 B 中红色 C 豆沙色 D 姨妈红色 这 哪个是不喜欢的 豆沙吧 豆沙不是偏黑吗 是吧 豆沙 豆沙 我印象里是偏黑的 应该不喜欢 不喜欢豆沙 C 当女朋友和你吵架了 下面哪句话能说 A是行行行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B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 C 反正我已经道歉了 连长好说了 D 我们先冷静下来好不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D 我们先冷静下来 再去分析 对不对 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 D5T 当女朋友问你 A 衣服好看 是B 衣服好看的时候 你觉得A B 衣服都一般 但你会说 Oh no A 你穿起来都好看 B A B 都一般 C 假装听不见 D 看你喜欢哪一件 B 我觉得如果是觉得A B 都不好看的话 都一般的话 我会直接告诉她实话 她可以选C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 真实 真实的想法很重要 我选B AB 都一般 当女朋友突然问你 她和你的前女友 谁更好看时 你会说 漂亮 A 我没有前女友 这个太假 B 她的样子我都忘记了 这个 你们这个题目出的真的是 C 当然是女朋友好看 D 假装听不见 我发现媒体都有一个假装听不见 这个真的 你这里面 这个里面 我觉得没有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当然 相对来讲 应该是C更正确一些 对吧 当然是女朋友好看 不要 C B7 当女朋友问你 我胖了你还会爱我吗 你会说 A 没事 你胖点更好看 B 胖瘦的都是你 我只爱你 C 不爱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爱了快点 D 嗯嗯 我胖了你还会爱我吗 你会说 这 这题真的会有人选C吗 应该不会有吧 我觉得这题 A 选A 没事 你胖点更好看 嗯 再想一下 感觉这是一个坑啊 这道题 嗯 我觉得在健康的前提下 不要太受货的是追求受货 嗯 就这样 没事你胖点更好看 一把题当女朋友一整天都没有回你消息 你会想 A太好了 刚好可以打游戏 B 主动联系她并确认她是否心情不好 C 她应该再忙就不打扰她了 D 我也不要给她发信息 发信息 这送分点 肯定是选B 主动联系她并确认她是否心情不好 以下哪个情形代表女朋友没有生气 A 说我没事 B 自己摔门而出 C 听胡夏的歌 D 冷着脸玩手机 以下哪个情形代表女朋友没有生气 C 听什么歌 C D 胡夏的歌 当女朋友和你太冷了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什么叫做和你太冷的时候 就是当女朋友和你在一起 她觉得太冷了 你会怎么做 好翻译你是 哈哈哈哈 不是真不是 当女朋友和你太冷了的时候 你在说VV 你刚才说的是啥 你说她太冷了 我是说 女朋友和你在一起 然后她太冷了 你会怎么做 她觉得她的性格还是 对啊我会给她加衣服 对啊 你这说的是啥意思呢 就是她的情绪和她的态度是冷的 是这意思吗 我会怎么做 A 假装听不到 诶 不对啊你看 就是我说的那样 她就是冷 就是你的女朋友和你太冷了的时候 对 对就是她冷了 那我肯定会 A 假装听不到B 谴责她 为什么不多穿点C 嘲笑她还 还我穿 还我穿的多什么 D 给她买杯热奶茶烤红薯暖手 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多选题 而且应该还有一个答案在里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ABCDE答案 应该是 先说为什么不多穿一点 然后把我的衣服给她 然后给她买红薯买奶茶暖手 完美 我再加个E 好 衣服 脱 给她 穿 好 这T恤 嗯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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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 好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个龙虾 哦虾 虾 才反应回来 哈哈 没有卡片子 黏着呢 哪有技能大考验 抱着虾米说晚安我走了 嗯 我这人虾米 有这么大的虾米 哈哈哈 巨型虾米 任务卡 诅价您好一个完美的男人 可以用最温柔的声音叫醒 和捧睡虾米 请用最温柔的气泡音 气泡音是什么 录制以下两句电话铃声 气泡音 呃 呃 呃 真的 这样 说不了话了吧 你看这个 这个第一句 第一个是早安该起床了 别睡懒觉哦 看 该起床了 别睡懒觉哦 哈哈哈 吓了 这个还挺独特的 这是气泡音吗 这也不温柔啊 这个 早安 该起床了 没睡懒觉哦 第二个是 晚安 小米 早点休息 我们梦里见了 搞错了 再来 晚安 早点休息 我们 梦里见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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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肉 好肉 那这个是送给我吗 我可以把它拿走 可以 可以拿走 还有啥 来 接下来就是要恭喜你 你今天的卓越表现 通过了 节目组的考试 请收下这份 对你魅力值认可的礼物吧 这不过又是一个猫头 是的 是一个新的猫头 你可以打开看看 嗯 这是什么 这个是搬给你的奖牌 这是给我的 对就是给你的 我给你看一看 爱情友情事业的不锈钢长半左右 不好意思 爱情友情事业的不锈钢 就是希望你的爱情友情事业都像不锈钢一样 肠子上秀旧 不对不对 这句话不是这么解释的 爱情友情事业的不锈钢长半左右 一下我们 酷狗首唱会 这第一句话我一直没有懂是什么意思 第一句话现在是怎么理解 爱情友情事业的不锈钢长半左右 哦就是说这个奖牌是不锈钢的 那是啥意思 这个奖牌代表我的爱情事业有钱 也不对啊 这句话怎么理解 好了反正你们送给我的奖 对吧 感谢Google首唱会 虽然我没懂它是什么意思 爱情友情事业的不锈钢长半左右 好希望爱情友情事业都长半我左右 感谢 这里面还有些别的东西 这是什么 如何应对长辈的催婚 这个你比如说第一次或者第二次 还会见论一下来回过过招 第三次第四次就不说话了 第五次第六次他们就不问了 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大家可以试一下 第二个是父母会安排相亲吗 对相亲的看法 我不太了解 因为没有安排过我相亲 我也没有相亲过 对相亲的看法 这个 我没有相过亲 所以我就不发表我的看法了 我不太理解这个 也不能叫不太理解吧 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认识朋友的一种途径 对吧 第三 假设有女朋友情人节会如何安排度过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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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有女朋友 主要是现在还没有 所以就不假设 很有好吃 二十代与三十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二十代与三十代 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 有变化吗 我还是 这种青春 答案之书任务卡内容 不像您好 请用答案之书提出 并预测三个你对粉丝或2023年好奇的问题吧 让我想想 答案这是什么 哦 这个啊 这个就是第一个盒子里拿出来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拿着答案之书提问 提问后随手翻开其中一页念出预测的结果 并讲出对结果的理解和感受 那问什么问题呢 请问一个 今天晚上我 要不要吃饭呢 不要被情绪左右 哈哈哈哈 就是 不要被情绪左右 那意思就是 让我不要吃嘛 对吧 因为我饿了 这回也有情绪 这回想吃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怎么理解吗 这个 我再问一个好了 嗯 2023年我会有女朋友吗 哇 这个问题 他如果说我没有怎么办 哈哈哈哈 我能不能换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 哈哈哈哈 我点错点错点错 好 再来一遍 哈哈 好危险 我刚才那问题 2023年我会不会有女朋友 这又是啥意思啊 未知可否 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 不知道 他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我第一个刚开始 刚刚才第一个翻出来 是转移你的注意力 哈哈哈哈 哈哈 有没有有点难事 我再问一次啊 我刚才那问题再问一次 2023年我会不会有女朋友 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妥协 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妥协 不将就 不将就 那意思就是 我不解决 嗯 你们自己理解啊 我不能再问一遍了吧 四不过三 前面三个好像都在改不改 下一个问题 这个是故意的 这个里面肯定都是就是 反对的那个意思 不一定 换一个方法 换一个方法 2023年我的 桃花孕如何 好吧 2023年我的 桃花孕 如何 不 把这当做一次机会 哎 你看 换一个问题 他的这个答案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哎呀 这本书啊 留给我吧 我今天晚上 我把刚才那个问题 再问他一百遍 哈哈 这个就留给我了 嗯 行吧 那这一期的简单讲一下 就 接近尾声了 希望 库口手上会 越来越好 然后 也祝我的虾米们 新年快乐 然后 新的一年 健康平安 钱多事少一家境 大展红兔 我也吃如意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那今天的简单讲一下就这样结束了 最后请不下给我们切一些签名照送给虾米吧 这个简单 对 对 这个简单 是 不错 对 这音乐一起转身